現在衛生局都已經在做一些病患來源的調查 這便宜一點 脖子 脖子 昨天看網路報這個 還怕到說要來看病科 有的人養有的人不養這樣 你看我們是同一群六個人 但是就只有其中三個人養 三個人養 但是我們就沒有啊 像我老公他也是在脖子 比較露出來的地方這樣 對啊對啊 看他這邊也是蓋著啊 也是蓋著啊 但是他也是養 他也是有種啊 他可能就是毛毛蟲 毛蟲那個 那個毛被風吹起來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還需要再收集更多的資訊 我們才在做這方面的 聯絡了我們的這個 高知名度皮膚科的當教授 那他的診斷呢 目前呢 就是認為是一個刺激性的 接觸性的皮膚炎 那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就是可能跟空氣環境 或者是一些植物 一些情況呢 可能是有關聯 但是確定的來源 那目前可能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理清 那如果有上述的症狀 那原則上呢 盡快的用這個清水 能夠沖洗 沖洗完了之後呢 能夠擦拭乾淨 那在這個請醫師呢 做這個相關的這個藥膏的處置 我們這兩天呢 就是一直接獲到民眾 一直在反映說他皮膚癢 那大部分的位置都是在頸部跟手肘 那皮膚科醫師也有入門緩應 這是一種接觸性的皮膚炎 但真正的原因呢 我們也還正在追蹤 透過遠距的方式來看 那可能後面才會有一些 比較綜合性的報告 民眾如果有外出 那是不是也請我們民眾呢 能夠穿著長袖 那衣物盡量減少暴露 那是在選擇 哪是最適合的